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大家 吃饱了才能瘦的女艺人 我现在要跟我的朋友去逛超市 她的身材真的是超级的辣 嗨 今天不见 脸又小了 女明星她真的会吃零食吗 当然 哪有女生会不喜欢吃零食的 第一点是要先看这个配料表 含糖非常高 反式脂肪也有的话我会不要 这个还可以 这个糙米 这个可以 主儿姐姐 她那天就拿了一个这个给我吃 你看她吃的好聪明 怪不得她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这一款 我觉得就是可以选择的 首先它是没有糖 然后也没有反式脂肪 那第二点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能量这一块 它是1150 4000胶 除以4.18 它每100克就是200 276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择在减脂期的时候吃的 甜食你喜欢吗 喜欢 巧克力 会吗 哪个在前就说明哪个含量高 是的 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选巧克力 配料当中排名第一 要有可可脂和可可叶块的 白沙肠的千万不要 这样你是不是又学到小蜜椒 吃的差不多了吧 吃的差不多了 全点喝的吧 哎呀 我最爱喝零度可乐了 我个人还是觉得喝水会比较好一些 可乐这种就完全是为了解拆 但是呢 因为我确实是很爱喝 对 就拿个三瓶 你跟我讲过 如果你想要坚持的去减脂 一定要吃自己爱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零食 就是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坚持 减肥煎 完全可以吃 西瓜 哈密瓜 菠萝 看到了吗亲爱的朋友们 西瓜是减脂期间的好伙伴 好 我们到了我们随意选 不用考虑那么多的蔬菜区 都是牛肉 都是瘦肉 21天吃饱 吃好 减脂成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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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你们 你是 对